嗯 中中晚上好啊 大家晚上好啊 今天就是我之前預期的那個 講故事關節 不過我現在看了一下 我們這一邊的 直播好像有 蠻久的延遲 不知道可能跟我這邊的網路 網路有一點關係 我再調一下 然後 然後預計是幾分鐘後就開始 這樣 各位那個聲音還有背景音樂 目前還可以嗎 畢竟音樂聲音有點大 把這個我調一下 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我發個消息 預計是兩分鐘後正式開始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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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晚上好啊 嗯,現在還有人吧 就是因為剛下班,然後我就有點想睡覺 就沒有做一些事前準備工作 剛才才臨時準備一下,所以比較晚開播 不好意思啊,未來可能會多加改進吧 因為我本來預期是星期六星期天做 可是我又有申請,所以今天最好是播一下 呃,懷念晚上好啊 什麼東西 啊,這個模型有待教註 記憶,先試來看看 好,我沒有採用 色女 downloaded,如果Beta會有三次而已 好吧,真的有一個專門終端 RAW都可以RAW 那我等一下就大概講故事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啦 那就開始大概講一下 今天大概就是一個小時 好多了 最後跟各位再講 再確認一下現在音量、背景音樂以及收話聲音是否都正常 我覺得BGM有點大,稍微小一點點 我剛下班就直接睡覺了,沒有那麼多時間改 不好意思 那現在這個狀態 大家晚上好,不好意思 未來直播肯定會越來越好 現在才剛開始用,不確定 卡了一下 我們這邊有延遲很正常 上海熱波YQ讓我回家好長時間 東將晚上好 我直接講一下我這次故事吧 謝謝謝謝 卡了不少,晚上好 嗯,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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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深白晚上好 大家在晚課也辛苦吧 那我就 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些故事這樣子 那就正式開始吧 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之前要到大陸 去年到大陸那個之前呢 要先做核酸檢測 然後我們這邊的核酸檢測 那個時候 比較貴 然後他也就只有一個服務台 給我們做檢測 所以 嗯 跟大陸那邊實在是很不大一樣吧 我的口音不嚴重 哈 你是指 台灣口音還是大陸口音 我之前在台灣這一邊的時候 出去外面買東西 經常會 被認為我是大陸人 然後我在大陸的時候 講話 又 他們又可以聽出來我是台灣人 蛤 蠻有意思的 好,那繼續吧 你看 人家 對 被 被打 被打 啊 我們那邊那個做檢測的費用啊 就是 各位可以看看 他是 5000台幣 可以做一次 比大陸高好多好多 反正當初就是要來大陸之前就一定要先做個核酸檢測才可以過來 要不然不讓上飛機也不讓去大陸 所以這個5000台幣還是得要花的 大概是換算起來大概也就是1000塊人民幣左右吧 台北是為啥叫北市 這只是簡稱而已 蕭龍晚上好歡迎蕭龍進入直播間 住在B站的SSB 然後這個大家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當時我是搭乘國行來的 他是必須要事先填一份那個表格 就反正大家沒有什麼經驗 就分享給各位大家看一看 就當自己已經在海外了還是怎麼樣的 或者是有搭跨境旅行之類的 先去洗漱去吧去吧 來內地都得隔離兩周 娘三兔同學 晚上好 我當時隔離遠大於兩周 然後我們那邊就是從台灣飛到大陸的時候 多數旅客的都是穿全身防護衣的 其實我也是 這張照片挺有意思的 它是華航的櫃台 但是服務是國航 哥哥好生疏啊 我又不是經常直播那很正常 啊對啊 有一些航迷應該知道說 桃園機場有一個可以拍飛機的觀景台 但是它是 它現在呢 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現在都是沒有開放 我本來想要去那邊拍一個幾張再走 可惜啊 然後各位可以看看就是 因為疫情的影響啊 我們這邊的航班很多都是取消狀態的 不過我上次去大陸看的時候 你們那邊很多航班都是正常的 我們這邊相比起來可能就差的蠻多的 啊對我是大家國航取的 五九五三五三八六四 就是晚上好晚上好 就第二次開直播 然後欠缺準備之類的 有些人我可能沒有歡迎到 請見諒 不過你們打招呼 發彈幕我都會盡量回引吧 喔對啊我覺得 國航呢它裡面的空服人員 就是防護真的不錯 你可以看到照片中 就是直接是包好包滿 嗯這就集上的餐點 就是都是 因為它好像一罐都是 冷的食物 這個可能是為了安全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也挺不錯的 有點東西 哈哈哈哈 嗯DBS482 晚上好 如果 我都一個多月不拍車了 我也很久沒有拍車了 主要上次拍車基本都是在大陸那邊拍 啊對 啊對 那什麼 TC9527 晚上好啊 可以自訂一下你的粉絲排名稱 嗯這個 接下來會準備 接下來會越來越做的越來越周全 這樣子 現在就只是 暫時性了 破節期間的地鐵POV 還是在濟南青島拍的 是這樣嗎 在寢視裡發霉快兩個月啊 啊哈哈 辛苦了辛苦了 那我繼續講吧 這個到上海的時候 它是 我是在浦東下飛機的 它前面呢 就是一開始就有分區 分浦東新區 寶山區 黃埔區之類的 你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會被安排到 你之前填的住址 就 對你來說會比較方便的地方 快進到北京段 北京段可能是 下次再講吧 沒有那麼快 我真的覺得你們 雖然說不只是做防疫 其實還有一些 讓這個宣傳或者是這些 寫一些書 寫一些書法之類的 反正就表現出當地特色 這個 我會覺得這個做得還挺不錯啊 不好意思 有點口氣 然後 就是有一些照片 偷偷在上車前先拍了一下 我們都是搭這些 隔離巴士 就直接 帶到酒店去 它的防護其實做得也挺好 你看它前面都封得 那麼的緊 就是跟駕駛是完全隔開的 然後 後面的乘客也是 挺少的 都有很不錯的個人空間 嗯 它是酒店的部分呢 隔離酒店是它自己安排的 並不是我們 來決定的 就是 阿板一載到那邊 又是在那邊 住個14天吧 大概是這樣子 嗯 反正 這一個就是我 大概 來大陸 這邊 所做的一些隔離的 相關經驗 與各位分享 它還有這個 就是每天要量兩次體溫 要連續做14天吧 14天做完以後 嗯 並不是真的結束吧 還有時辭加血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講一下 呃 如果各位有什麼問題 還是有什麼想說的 都可以直接發彈門 還是我帶木機卡 快進到成都三小時 啊 成都那個 啊 成都 下次下次 快了快了吧 就是 你領餐點的時候 餐點它都是會放在旁邊那個外面 房間外面的小桌子上面 你任何的包裹 餐飲 都會放在這裡邊 那為了避免很多人接觸之類的 所以一般 你離房間很近很近 離房間很近 彎週地鐵快適中了 是啊 啊 這一次 還是很還外面 這一些是 你一進房間的時候 他就給你 給你這些物資 有一箱水 然後左邊那兩個東西呢 那我等一下會有另外一張照片 太遠了 感覺可以做很多啊 不要一直不要一直 這就是除了水 那一箱水以外的其他東西 有那個 洗髮物沐浴露 還有那個洗手凝膠 那個左下角白色那個東西 它不是洗衣粉嗎 它是好像為了抗菌還是什麼的 你每次使用完洗手凝膠的時候 要沖水的時候 你都要加一點進去 這個好像是為了避免病毒萬流做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蠻不錯的啊 如果說大家都有做這個事情的話 應該 這一年好多城市地鐵線有開通五周年和十周年 啊 這樣 小勺子幹嘛 小勺子就是撈那個白色粉末用的啊 每次好像撈一匙還是兩匙吧 上海江西成都重慶石 啊 啊 啊 我去了好多地方 我還沒有整理 這個到這個 然後現在這份文件就是 其實 它每一個 每一個區 它好像都有不同的規定 就基本照著上面的做 就 可以非常順利吧 啊 娘三兔不對勁 你什麼時候來我行 今年年底上海六號線 八號線 九號線 還算十周年 欸 十五周年 嗯 嗯 嗯 真好真好 啊 對啊 再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那個隔離時候的餐食 這些餐食呢 都是 住酒店的時候 就已經 怎麼說呢 你要先付好所有的費用 它包含住宿費 跟那個餐飲費 都是算一起的 說到最後一站的話 應該說幾千還沒沒完吧 啊 最後一站 我的最後一站是香港吧 先透露一下 嗯 早餐部分 我覺得還行 這個很標準的早餐 然後 它早餐 午餐晚餐 每天基本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就只有拍一天給各位分享 就是基本都有大白米飯 還有水果 大概是這樣子 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個餐看著還不粗啊 嗯 還可以 對 不錯不錯 好厲害哦 踏遍南北 難得來一趟大陸嗎 而且隔離 其實不是14天 隔離是14加期 等一下我再跟你們講一些有意思 哈哈 會嗎會嗎 犯餓了 然後那個離開酒店14天的時候 我們會從酒店的後門出來 然後可以看到它這個 嗯 怎麼說呢 應該算是 客人的那一種 那個 髒東西之類的 都會放在一些比較隔離起來的地方 這我倒是覺得 這個房戶做的還挺不錯的 啊 啊 好 這個就是我要跟你們說了一下 那什麼 東蔣說 現在日本入國隔離7天 啊 這個我不清楚 這一個照片呢 是 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借我的 我必須要跟你們說一下 如果說 嗯 14加7啊 14天你是 我當時14天是住在酒店裡的 而這個加7呢 你必須要找地方住 但很多酒店 一聽到你要做加7隔離的話 他們 不是那麼願意讓你去住 然後剛好有一個 還蠻不錯的朋友 他借我他的獨屋處 他當時正好不在這裡 然後就借我住 在我 我借他家隔離7天 哈哈 啊這個加7 對於 不是住在上海的人來說 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要找一些 願意接納加7客人的酒店 這個是當時情況 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大確定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然後 然後 你加7期間呢 他好像規定有 3天 這個7天當中有3天吧 你要自己去做核酸檢測 喔對喔 這個核酸檢測呢 他有限制時間的 都是非常短的 話比說 有一些就只有開放 早上9點到 10點還是11點而已 因為當時 要做核酸檢測 需求的人 並沒有那麼多 所以他們時間 都開得比較短 這個如果有 從 要 回大陸的話 可以自己注意一下 那關係可以 是的 那個朋友 他對我真的特別好 好 我也在大陸這邊打了疫苗吧 當時我們那邊 好像還沒有輪到我可以打 然後一方面我也希望 來大陸打疫苗 所以我就在大陸打了 我打的是兩劑的顆星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這個就是 我 進入到大陸 到解除隔離這段期間 大概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果有什麼問題之類的 都可以 可惜第三針打不到 對 我當時 走的時候 來不及打第三針啊 很可惜 太 不能提早吧 最好打在旁邊 那 up什麼時候 來打江長針啊 嗯 嗯 啊 不知道啊 去大陸要 要隔離 14天以上 那個 費用還是挺高的 必要不防護效果 我清楚 我清楚 但現在 不太方便 去那邊打 嗯 我看一下 哦 我們這一邊 現在 是開始打第三針吧 目前 我前幾天看到的 目前可以做的選擇是 嗯 高端疫苗 還有莫德納 但是沒有 克星或國藥可以選 這樣子 我們這邊沒有克星跟國藥 要打這個的話 得回大陸去打 今天呢 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有各位有什麼想聊的 或者想問的 之類的都可以說一說 嗯 冷場 冷場了吧 嗯 嗯 今天我看一下 多多30分鐘 啊 彈幕機不顯示我的 問題 奇怪 彈幕機卡了嗎 因為我看 網頁版的 跟彈幕機 摳出來的兩個不大一樣 嗯 啊 確實 啊 反正接下來肯定是越用越熟 就今天就先測試 測試 不說 不說我沒有把別人拉 啊 啊 當立阿葡的時候也挺累的 自己做的時候 來做這個測試的時候 哈 再理解 不好意思 雨無倫次啊 嗯 嗯 嗯 看看 她 她甚至 不肯叫一聲 吐吐 啊 吐吐 嗯 晚上好啊 晚上好啊 看看 嗯 對了 再問一下各位 現在那個 音量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問題 啊 五狼是雙生到的 我是四生到的 嗯 可以的 問題不大 問題不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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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時間 如果今天比較短的話 我應該是播個四十分鐘 應該就先下線 這樣子 現在是三十三分二十五秒 好想念大陸啊 好想念蜜雪冰城啊 什麼情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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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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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們怎麼未來得想辦法加點 加點料啊 看完這樣子 講得有點快 嗯 嗯 嗯 現在就是每天做測試 啊對 明天就是星期六了 明天大家應該是不用上課吧 嗯 是啊是啊 不要太拘謹 放開一點 確實是沒什麼 主要是 我今天準備的沒有那麼充分 時間大概只能消個30分鐘吧 下次播的話可以 嗯 久一點 我可能要準備多一點素材 UP 可以IN一個嗎 啊 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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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嗎 明天還要上課 我以為星期六不用上課 很傷得難過啊 主播速數整點活 整什麼活啊 你倒是說什麼 妙啊妙啊 看看 嗯 可是我剛才在想 講說我今年六月在去趟上海 我飛上海 並不是說一定堅持上海還是什麼 主要是從台北出發 飛上海是機票最便宜的啊 他比夏爾門還便宜啊 咬個打火機 我幹嘛咬打火機啊 喂 嗯 嗯 可是 剛才說的嘛 隔離政策的原因 你要14天他會9點安排 那未來的自主隔離 我就不確定該怎麼做了 嗯 嗯 決然晚上好 現在去上海 初步了 嗯 到時候去應該是 六七八月以後的事情吧 打捏 打捏傷害 什麼打捏 六月上海能不能好都不知道 啊 是的是的 希望 希望上海早點好起來吧 嗯 啊 總之加油吧 希望大家各地都加油 做好防疫吧 嗯 上海地鐵出了6到16全12才 啊 想到這個 上次上海有那個 連結與姊姊的那個 試驗 好可惜啊 那個時候我沒有去啊 錯過了 然後他就 他就再也不連結姊姊啦 啊 不要飛上海 嗯 應該說啦 我飛上海 就純粹只是 台北飛上海的機票 算是最便宜啊 嗯 嗯 嗯 看一下私信 彈幕機不顯示我的彈幕 幹 這個彈幕機有什麼問題之類的 我可能得再研究研究啦 嗯 嗯 呃 Double P 呃 紫金寶盒 我的天 原來 網頁版 網頁版的彈幕 跟彈幕機 摳出來的彈幕還不大一樣 看看我有沒有露掉什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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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說有點帳戶會告訴你在線解編掛的時間 他那個解編掛的時間我記得當天是只做一次而已啊 哇那個我是你的神二二啊晚安晚安晚安你要睡了嗎早點休息 探話歸IGCTUP有計劃拍嗎 你是指拍什麼呢我現在不在上海來不了 之前六月飛雪時候之前我從上海去過台北 挺正常吧因為上海飛台北他總是比較便宜 什麼時候拍拍桃園捷運 桃園捷運以前拍過了 而且他好像也沒有什麼新東西有可能大家會選拍吧 而且近期我是要逢走的 更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拍 遇文是因為我們這邊管控的問題 只要我才剛好有什麼去搭訪一下 不知道紅線線都要多踢 喔喔喔喔喔喔喔是那個 那個我可能看看有沒有時間去吧 因為我工作時間是白天 晚上去的話怕不知道拍不拍得起來 3.0登機延遲退役了 啊今年 天啊天啊 這一次我本來想去的 不過那個時候 好像開始管控比較嚴格 再加上我當時錢也燒得差不多了 不行不行 去的時候環狀線還沒看到那個小玩到大虧 下次有機會再來看吧 看一下現在時間 41分鐘 那各位觀眾們還有什麼想說的都說一說吧 要不然的話預計是 等一下 改成4分鐘後下播吧 接下來可能也會 我可能未來不會每天播吧 因為這個東西我發現要事先準備一下 請稍等一下我發個消息 那我覺得 主要是我今天準備的不夠周全 沒什麼特別的事情能跟各位分享 如果各位有什麼問題 可以讓彈幕一直延續下去的話 我倒是可以盡可能的回答各位 與各位聊聊天之類的 那個... 天空調映作 晚上好啊 斷來催婚協會 啊...謝謝謝謝 這個皮今天有點零食 沒有調得很好 到時候會再慢慢調吧 6月飛雪...感覺北傑... 感覺北傑就是... 在把一般當人車當遊鬼 變車名 嗯...就是因為 在兩岸它的軌道交通系統 定義上面好像各自定義不大一樣 啊...模型的細節... 到時候再調吧 我超級台的...要好好打我... 只能歪軸動 嗯...這個模型...它到底可以動到什麼程度 到時候再做測試吧 我只...我如果直播的時候做測試 也會...它會崩啦 哈哈... 嗯...看一下啊 什麼... 啊...是的是的... 啊... 啊... 終於來上海 記得一定要來長峰公園 好...我想看看你的大尾巴 大尾巴不是在後面那邊一直晃來晃去嗎 尾巴能控制嗎 嗯...我還在摸索 嗯...2D、3D啊 其實我...我做這個模型 就不要...我委託做這個模型 主要是用來跟各位講故事來分享 哈哈... 要不然的話... 那個... 單純講故事的話... 嗯... 比較沒有什麼看頭 3D的話... 我還沒有認識的人會做 未來有認識的可能也會做吧 就是... 把本來今年會去大陸的旅費 把他們變成3D模型之類的 啊... 東風一樣的傳奇 晚上好啊 歡迎進入直播間 不過我也快下啦 剛剛有跟各位講一下故事 這個... 今天串流直播的東西呢 嗯... 有錄播 到時候應該會發吧 我先整理一下 嗯... 我發的消息 蛤... 夢目...晚上好 好,Pony出道當偶像吧 啊,再說再說 東角畢竟面積小 建議看看神通經典 貼反LOGO 哦,原來還有這種詞啊 露臉我好可愛帥哥 哈哈,再說再說 如果有機會在大陸到時候一起出去玩一起拍攝一起面積之類的 可以再說 奇怪,有些人說 我發私信跟我說直播看不了,是真的嗎?還是不行啊? 有些彈幕發不出來 啊?彈幕發不出來 我看看 好,原來如此 我現在讀一下剛才可能錯過的東西 燃燒難關 廣西下次再說吧 我一般都先去還沒有去過的地方 潑潑降熬熬 晚上好,晚上好 等一下 廣西確實有蠻多地方我還想再去的說 沒有啊 看起來彈幕機好像只有少數幾個被吃掉 好啊 若秋晚上好 撥撥獎 摸摸頭 撥撥你還要摸我的頭 好好好給摸給摸 內蒙古我也想去 大陸真的太大了 每次沒有辦法很快去玩 我上次都花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半年的時間都沒有辦法走 好啊好啊都吃都吃 我這次去大陸 怎麼說呢 我感覺我早吃的早當地好吃的 早當地的觀光景點 都比拍車還要多 哈哈 重慶火鍋你喜歡吃 貴州好吃的你肯定不喜歡吃 重慶火鍋挺棒的 我個人是不怕辣 我還特別喜歡辣的美酒 所以我在重慶那個時候還沒適應 看看 不知道和我之前看到過的 是不是同一位 什麼東西 好多地鐵 來新線之後 嗯 白切機好吃嗎 請問 嗯 這個我還沒吃過 不過你不可以問問看彈幕中的其他人 試試 嗯 嗯 今年北京地鐵13號線20週年 嗯 嗯其實我想問一下 他那個 20週年15週年 或10週年 他是有什麼特別活動之類的嗎 我問你在大陸吃過的 印象最深刻的美食是什麼 嗯 啊 我說重慶火鍋吧 這個是我 特喜歡 而且 嗯 那個火鍋 他應該是 湯是不能喝的對吧 但是我有點犯賤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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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那個什麼 挖幾勺來喝一下 喝了以後會馬上失去意識 啊 特別喜歡這種 嗯 如果是BJMR 可能會有 嗯 白切機去過的應該很好吃 嗯 只要是當地美食還是怎麼樣的 我都非常有興趣 啊 甚至買沒去過重慶嗎 下次一起去啊 哈哈 嗯 看看齁 清湯可以喝的 啊 不啊 我不是喝清湯 我喝的是那個 牛油融化的那個東西 嗯 嗯 那白草湯什麼的呢 哦 白草湯 嗯 我不知道我去找的是不是正宗的啊 那個 反正基本我都 不挑 我都會喝 也沒有 我目前旅途當中也沒有遇到特別讓我不能接受的 我都覺得我挺能接受 嗯 嗯 風台的嗎 啊 北京是不是有點啊 不會啊 我北京那邊 嗯 我各個城市呢 其實 都有 不少的朋友 除了拍車的以外 還有很多那種 嗯 以前認識的 算是朋友啊 同學啊 之類的 所以 嗯 通常找好吃的 都是他們找的 火鍋不能喝 啊 我知道他不能喝 所以我剛才說 嗯 就是 自己自己亂搞 我喜歡那種 那個 失去意識的那種 創快感 嗯 城市不缺食品上演 別火鍋 開切機跟薑蓉 這樣絕費 啊 下次我一定會去試試的 不過我呢 就是 我一般自己 找當地美食的話 我都是從軟件那邊 看看 前十名是什麼 前十名我一般都會 當地城市我應該都會 只要不是太貴 我都會自己去吃一下 嗯 你考慮當藥用 啊 小粉 嗯 啊 如果求別說什麼奇怪的話 我看不懂 嗯 我再看看 既然應該沒有人給我發私信 剛才有一些人發私信說 彈幕沒有顯示 真的 想打算上海 哦 哦 抓緊去北京拍POV 嗯 哦對齁 POV這個事情啊 我 還是不大敢做 因為我 我做 我怕我拍的時候 會被那個什麼 制止還是什麼的 所以 我雖然想拍POV 但是我都沒有做 哇 有一些不靠譜會刷好評 謝謝 嗯 啊 是是是 確實 今天幾點啊 當有些內容 啊 是是是 我看一下 嗯 看看 嗯 感謝 波波醬嗷嗷 頭胃的小花花 啊 無縫銜接醫保直播 啊 醫保直播我等一下下播我也會看一下 哈哈哈哈 我們這裡不讓拍照 啊 對 不讓拍照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也遇過挺多了啦 只是 我之前都不會說出來 因為我知道吧 就是 你拍的時候 就是 盡量不要拍到工作人員有入鏡 避免工作上面有麻煩之類的 這個我也清楚 不過有一些角度還是會入鏡就是吧 哈哈 北京地鐵有一些線路 很掌握窗風上 喔對對對 沒錯沒錯 嗯 嗯 一往下播了嗎 這麼快 波尼不改一下粉絲牌嗎 會改會改 就是 我一到五要上班啊 我上 下班以後 就有點累 就直接睡了 沒時間改這個啊 下次會改 有新加坡UP拍了很多後山POV效果不錯 嗯 只能看 嗯 是是是 老拖 老拖還晚上好 歡迎來到直播間 啊 有一些我可能 錯過了 在這邊跟各位說一下 歡迎各位來到直播間 晚上好 嗯 背景圖是哪 背景圖是上海 嗯 嗯 建議在床上躺著 啊 我也想要在床上躺著 那我可能得要去買個支架什麼的 哈哈 今天是周五 我以為伊寶會直播到航晚 嗯 不知道耶 伊寶的直播時間 總是大一定 飛條剛剛是不是也在直播啊 北京環球度假區 那種遊樂園 可以考慮去玩嗎 嗯 如果有人約我的話 我應該會去吧 自己一個人去玩 嗯 這個比較沒有 師傅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嗯 這個工作的事情呢 先保密吧 這個 是個人隱私 對對對 嗯 陰天伊寶才乾完 中中搞 啊 中中那個是 也要播了嗎 很期待哦 中中加油 嗯 什麼就是有些貴 哦 哦 是是是 可是對於我來說就是 你難得去一個地方 你又不是經常來的話 我會去花這筆費用 就好比說去 剛才說的 那個環球度假區 這樣子 嗯 這些旅程當中呢 也有一些景點 他的費用 嗯 或者是必要支出 我也是有付啊 因為難得來一趟嘛 欠以後再賺就可以了 這次呢 在大陸也是花的挺多啦 哎 現在要慢慢努力 賺錢賺錢 我看看啊 嗯 嗯 我看看啊 嗯 看起來彈幕也沒有更新了 大家還有什麼想說的或者或者是怎麼樣的嗎 沒有的話就差不多應該是要下播了 哎 五夜了 五夜0.6分了 看看 一寶都下播了 那我應該也差不多下播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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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播這麼一會嗎 播了 啊 一個小時 那就播一個小時吧 現在是58分鐘 嗯 嗯 要不換下衣服看看 看看 好啦我換好衣服啦 怎麼樣呢 嗯 嗯 這青島派遣 也是在門縫路的 可以去看 嗯 好喔好喔 哈哈 嗯 要不今天先這樣子吧 我現在準備下播了 今天就 未來會準備更多的啊 不好意思 今天讓各位可能有點沉悶沉悶的 未來一定會改進 嗯 先跟各位說一聲晚安吧 然後 預計是 一分鐘還是兩分鐘內下播 啊 我不會像伊伊堡那樣子的 光速下播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哎呀 明天見不一定吧 再看看嘍 嗯 好 眼號想變成哈士agn 啊 晚安晚安 剛才應該沒有說到 KMBS 3V20 工作室 晚安啦晚安啦 747晚安啦 TC9527 晚安啦晚安啦 差不多要下啦 等我整理好我未來應該不會每天播 每天播實在是太累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暖蒙星雨晚安 若秋晚安 我下了下了 懂講話就睡吧 大家也早點休息啊 也因為明天有一些人放假就晚睡了 還在哈 是是是 EOV的話我已經不懂了 對這個我可以再說一下 EOV的話 因為我看大家都有錄 有時候我也就不大會那麼去錄 要播的話提前告知就好 會的會的會提前告知 因為我並不是隨時想播就能夠播 我是提前寫申請表 它至於是什麼樣的認定方式 我可能要詢問一下 目前的話如果有播都是晚上10點才開始播 我們各位先這樣告知吧 其他到時候再說吧 那先這樣啊 說了說了 晚安晚安 過了過了 下播下播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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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